Global X ETF 香港特約智庫通 ETF 全攻略 是由Global X ETF 贊助播出 欢迎收看Global X ETF 香港特約智庫通 ETF 全攻略 其实很多时候投资主题都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已经找到 近年我见到各国都就着气候变化这个题目 推出了很多不同的政策 我们见到就是减碳排放已经不单是一个口号 而是确确实实真的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在2021年11月的气候峰会之上 见到全球140多个国家宣布了一个目标 就是说2050年就要实现温室气体正零排放 所以我们见到各行各业甚至乎是个人 未来我亦都要向着这个目标去做多些事 应该要去改变一些生活和消费习惯 在这个大方向下 其实市场对于可持续发展就变得很有兴趣 热情更加可以说是有增无减 资金亦都有继续追捧一些相关的主题资产 怎样在这个热门的主题当中去捕捉一些投资机遇呢 今天我们就请来有GoPro X ETF 销售副总裁 中进Steven 和我们一起谈谈 Steven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讲到可持续发展这个主题 我们见到大家都一起去参与和讨论 但是怎样透过一些主题式的资产 例如就是ETF去做相关的部署 今集就跟大家去拆解一下 可持续发展这几年听就听很多 大国亦都出了很多政策 其实这几个字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有没有说跟哪些行业特别是相关的 其实可持续发展将来都会越听越多 因为它其实某程度上是在投资的过程当中 加大了一个投资者对环境 或者是对环保的一些需求 这一样东西不是很虚 听下去很虚 但是其实它想做到的事情 就是解决某一些问题 无论是环境的问题 或者是一些社会上的责任的问题 解决问题的时候 其实大家可以想想 一间公司它的价值 就是因为它帮大家解决一个问题 大家所面对的在可持续发展方面 是说环境的问题 可以解决到环境的问题 是不是应该也带到价值给投资者呢 这个就是其实中间的重点 如果大家留意一下 例如这个潔症能源为例 就会看到其实它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一个碳排放的问题 是不是 那碳排放其实是会影响到很多 我们的健康 是不是 整个环境 那些汇染 那解决到这个问题 应该就是会带到价值给大家的 那从中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究竟是光伏 是电 是水力发电 是核能 那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去多了解 和也可以看回所跟踪的一个指数 Steven 其实你就说那些企业 一起帮大家去解决现在社会 或者地球上一些的问题 但是对他们自己来说 那么多个企业 其实都投放了很大量的人力 物力 金钱 下去就是可持续发展那里 对他们自己企业本身 有些什么的好处 或者是有些什么的帮助 盈利表现又有没有关系呢 是 绝对是有的 本身就是在解决某社会的问题的时候 就应该是带到价值出来的 那大家其实从香港的投资者 在投资的角度 应该会记得在这几个年头里面 大家投资一些例如光伏板块的公司 都会见到有很高速的一些增长 那今年里面一些发电的公司也都有 那大家就要想一下 他们其实在他们的安排 或者他们前景的过程当中 是否慢慢涉及到越来越多一些 绿色能源相关的项目 这一个就是其实 顺便是告诉投资者 原来有个选择 大家投资的时候 也可以选择一些 有可持续发展的一些机遇 解决问题就应该会带来价值 我看到的资金 其实也有追逐绿色相关的资产的现象出现 好像电动车 又或者是结净能源 我想这两个的主题 其实在投资市场当中 热度其实一直都保持在这 如果当我们已经看中了这两个范畴 其实市场上有什么相关资产 我们作为散户 未必说基金经理 要去找很多不同的大型企业 可以怎样就着这些主题去做一个部署 可以留意一些相关的ETF 这个会最简单 例如电动车及电池相关 和它所跟踪的指数 和刚才提及到的结净能源 和它所跟踪的指数 这两样东西 其实很多投资者 有可能已经不是很陌生 尤其是对电动车相关的 但里面其实包含了一个可持续发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 例如电动车是需要普及化的 但如果你要烧一些不干净的能源 去发电去充电动车 其实有没有达到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或者理想 还是其实是不烧煤 反而是用风电水电 或者是光伏的发电 去填补这一个电动车 所需要充电的电源 反而就做到一个可持续发展 又会带来一个创造价值给投资者 如果说到这些可持续发展的主题 其实有没有特定条件 都需要符合呢 要的 可持续发展的话 首先有可能是要对环保方面 是要有少少的帮助 有很多不同的一些领域 是可以去衡量 譬如说联合国又会有自己的一些条文 不同国家本身的规则 对环境的规则里面也有一些条文 就有可能要看回 所属的公司有没有符合到这些规则 这样这个就会是最简单直接的一个方式 去看回相关公司有没有符合这一类型的条文 那我们看回整个ETF市场的发展 其实就是主题式 譬如说电动车相关 以及洁净能源相关 看到就是譬如说资金的进出的情况 投资者对这类型的一些资产的渴求 其实由2021年走向2022年当中 你会怎样预计整体譬如说成交量 或者是ETF的在管资产的规模 甚至可能是可以给投资者 选择的一些产品数目的变化 选择的产品我预期都会越来越多 因为这个大趋势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真是一个结构性增长的机遇 另外一件事就是大家要留意 譬如说我们讲最简单的 对环保的炭中和这件事 不是一个五年十年的一个机遇 即是那条路走下去 譬如说中国要2050 或者甚至乎再之后的一个时间点 变相那条路的投资机遇是很大的 而且在这些年里面都会有经济增长 对电力的需求又会越来越多 变相大家去部署或者去留意的话 就有很多选择了 你究竟里面是投资风电 还是你是投资光伏 还是你是投资水电 氢气 核能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结症的能源 从中你是要怎样去分布 还是透过一个指数 去跟踪一蓝指去投资 中间自己再选几个龙头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问题 也都顺便要想想 最大对环境影响的 如果是说运输方面 绝对是汽车 转向去电动车方面 还有他们需要的 是否结症的能源去充电 这个也是一个很基本的理念 以你接触的投资者来说 会不会看到有一个情况 就是当出了某一些 环保相关的政策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突然之间 需求量都会有一个即时显著的增长呢 可不可以在成交量当中 亦都反映得到市场上 对于这些业本主题的一个渴求 是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其实我们就会相信市场是非常有效的 就是很有效的 那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当有政策出来的时候 市场就会立刻去反映相关的 无论是利好还是利淡的消息 其实关键点应该是在这些消息出来之前 大家的部署是 你是否真的看好了 譬如说是光伏还是风还是核能 还是其实很难去估 所以就要有一个一男子的部署呢 这个是 其实就会考起投资人 这个政策就有一个大方向 但因为始终都仍是可以细分得到 所以有时 反而一般的散户 掌握得到各个的大政策 但就未必知道 究竟对于上游、中游、下游 或者是哪一类型的企业 是特别有帮助的 嗯 既然知道了这些热门投资主题之后 我们当然都要制定一些合适的投资策略 所以这个时候 电话旁边也都接通了 有分析师和我们一起谈谈 Hello Kenny 你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比比 我们实际都说 就是在大市当中 最好当然找得到一些政策受惠股 那很明显了 那就是绿色能源概念 一些可持续发展的主题 都是受到政策所配合 在部署上时候 有些什么地方要留意呢 对于大市 我们都是觉得投资者 仍是要时间的消化 内房的流动性问题 也都要进一步消化 内地对不同行业收紧监管的消息 所以暂时来计 恒指可能只是维持大型区间上落 比较难只要一个持久的升浪 相对上来说 我们对中长期的港股会比较乐观 今年里面 以现水平计 应该还有上升空间 代表着每次股价下跌 可能是大家中长期部署的机会 提到部署 一定要分散投资 以及要攻守兼备 如果比较进取去计算的话 我们去年12月 发布了今年的投资策略 提出了三个投资主题 其中一个就是可持续发展 有关的洁准能源 简单来说 受惠国策的推动 我们同意可持续发展 包括电动车和洁准能源 这些相关股份是值得留意的 针对这两个主题 个股固然可以选择 但大家亦留意相关的ETF 不过提提大家 由于它们集中于一个行业 如果行业出现利好消息 固然可以吸引资金流入 回报上可能优于整体大事 但有两点要注意 第一这些ETF 可以追踪不同的指数 所以同样是 举个例子 电动车的ETF 它们的回报都可能会有差别 第二 正正由于它们集中 投资单一的主题和行业 风险会高过其他 分散投资在不同行业的基金 或者ETF 这边大家要留意 谢谢你的粉丝 今集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要麻烦两位嘉宾 和我们申报利益 有没有拿着刚才提及过的 相关股份或者产品 我本人是没有持有 刚才提过的任何股票和ETF Steven 我是没有持有的 谢谢两位 提回大家 以上的嘉宾 是金管局以及证监会的持牌印 以上的资料 以及内容紧供参考 投资之前 要阅读相关基金 投资产品所发行的章程 所在的详程 以及风险因素 下星期再和大家聊 这边的投资产品 在香港 越来越受投资者的欢迎 不少投资者都开始 以ETF作为投资工具 在开始投资ETF 或者将ETF加入投资组合之前 投资者都先要了解 什么是ETF ETF Exchange Trader Fund 即是交易所买卖基金 是在交易所上市的基金 可以像股票那样 在交易时间内买卖 ETF的产品很多元化和创新 投资者可以透过买卖ETF 投资在个别的主题 更加可以不受地域所限 投资在本地又或者海外市场 基本上透过ETF 就可以追踪不同资产类别的表现 它可以是特定的市场 好像是中国 也可以是特定的主题 好像是电动汽车 结淨能源 除了股票 它也可以追踪不同的资产类别 好像是债券和不同的商品 简单来说 ETF的资产正值 就是由它相关的证券作为支持 另外 ETF还可以分为主动型 和被动型的ETF 可以切合不同类型投资者的需要 被动型ETF的表现 是与它追踪的市场指数挂钩 好像是恒生指数 MSCI中国指数 以及标准普尔500指数等 都是市面上不少ETF追踪的指数 投资者可以选择适合你的 ETF基准指数进行投资 基于这个机制 ETF的表现变化 可以大致反映在它所追踪的指数 一般来说 假设指数上升或者下降 该ETF的资产正值 都可能会上升或者下跌 Global X 跨越领域的ETF投资 想学习更多ETF的相关指信 欢迎致电Global X ETFs 查信热线3555-5833 或者浏览网站 GlobalXETFs.com.h GlobalXC GlobalXC